公共费相对来说比较贵嘛 是不是 就这一个摊能有七八个人忙活啊 忙活 谢谢2296的关注啊 谢谢了 看看啊 这大鱼啊 刚才也给你们看一眼 这个李子的话是七块 然后这个花莲呢 是多少钱呢 是这个九块钱一斤啊 它也都是分割完了 那么吃花莲 其实我跟大家说呢 那肯定是首显是鱼头啊 因为它叫庞头鱼嘛 头大 这头里的东西好东西啊 然后回家拿铁锅去炖一炖 这效果比较好 太多了吗 这就是那个花莲啊 但是刚才有一个咱们直播间的粉丝啊 家人们说那个白莲和李子哪个好 白莲刺多啊 白莲背道也情 但是刺太多了 这个比李子刺还多呢 那么咱如果是想吃这个莲鱼的话 那就首选的那去肯定是花莲啊 花莲啊 李子和三道零的话 三道零刺少点 那么可以去吃那个三道零啊 三道零的话比李子贵一块钱啊 贵一块钱 把价格给你们都汤到位啊 汤到位 给你们整名班的 所以说呢 让你们月入三天 绝对不多花那两毛钱啊 早知道买东西还行 不贵啊 比较这个人性吧 人性化啊 还比较新鲜啊 比较新鲜 大胖到多嚼鱼头啊 咱们当地人吧 这个吃辣的吧 嗯 还行吧 啊 当然照那个那四川 可能是差一点 啊 还有就是咱们这边的险族人啊 咱们这边的这个朝鲜族的 呃 也比较多啊 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 来这边也可以尝尝咱们当地的这个 韩餐厅 哎 你看看 咱们当地这韩餐厅做的菜 跟那个你们去过那泡菜国做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吧 完全不一样 嗯 卖肉的啊 卖肉的 嗯 馅饼啊 这是哪个早市场 这个地方是在到外 前堂鸡啊 就是我们说七刀鸡 前面是七刀鸡 然后往那个方向走的话 就直接到那个江边了啊 到江边了 呃 可以啊 逛一逛啊 咱们这个早市场的话 一般是到七点半啊 有的时候到八点八点半 那周六周日的话 一般都比较长啊 比较长一些 嗯 当地老百姓也喜欢逛啊 看到了吗 这不就是那个大马哈鱼吗 啊 冻的啊 冻的 呃 还能买到就是那个成袋鸭 那个速风的那种啊 那个里面实际是带盐分的 回家得去泡啊 去泡 把里面那个盐都给它泡出来 要不太咸了 大马哈鱼啊 你给它煎一煎也行 或者是拿那个蒸锅 搁点那个调料 蒸一下 那种吃法也行啊 大马哈鱼其实还是挺好吃的啊 要吃 呃 也是咱们黑龙江特产啊 家乡话真好听 是不是啊 哎 一听到江家话非常亲戚啊 其实咱们吃不见吧 有一些那个朋友啊 他也是咱们当地的 黑龙江的 但是呢 没住在这边啊 上这个南方了 其他地方 上那边去生活去了 可能有的是那个上那边上学 有的是上那边去打工啊 都不太一样啊 一看到哎 这个不是哈尔滨我家乡吗 是不是 就觉得非常亲戚 看看啊 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呃 菜市场 那我呢 也领大家再走到这个中华巴洛克那边 咱们也去看看 那中华巴洛克呢 实际是从西侧的景阳街 一直到呃 这边的石道街 那么也是目前咱们中国最大的中华巴洛克 保护街区 像北京也有啊 呃 所以说你们来哈尔滨的话 这个街区啊 也非常值得来看一看 来逛一逛 那么到年底之后呢 我们这个地铁上通车了 坐地铁直接可以过来 跟大家也说过 就是你来哈尔滨的话 你不一定啊 飞得出中央大街 那么咱们如果离地铁口近呢 其实都可以啊 中央大街那边的房价 一般都是比较贵的啊 比较贵的 到你母亲家楼下了啊 在这边啊 在这边 这边夏天呢 老热闹了 摆摊的啊 什么烧口 是不是啊 小海鲜 摆到 这边是非常热闹啊 啊 早上好啊 小军啊 小军哥早上好 还想回去看看啊 那欢迎啊 有机会回到这个 回到这个这个家 回来看看啊 其实你看我呢 以前也是在外地啊 经常在外 那个一年的话 差不多有半年吧 因为那个工作原因嘛 呃 上外地这个 主要是接团嘛 出团 嗯 那个时候其实在外地 你看 还是挺愿意在家乡待着 一回来之后 我阿爷哪都不愿去 啊 真的是这样